同学们好 在上节课呢 我们把设计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中期的一个执行 首先我们打开PS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做了 第一步呢我们是搭建框架 行建一个文档 这里呢我们宽度设成一个750 高度呢之前说过是不限的 我们先随便给一个吧 分辨率这里要调整一下72 点击创建 那我们就得到 那么开始设计 头部呢大家还记得吗 上面会有 有一部分内容的 那这个怎么做呢 我可以这么做 我们找到一个 也是一个750的一个 页面 直接把它 拉过来就完了 我们要他的哪一部分呢 头部 这是一个比较快捷的方法 不需要自己在那去绘制 还差一个像素 调整一下 好那么再看一下 字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呢 我们把这块去掉 打开我们的这个圆形图 我们他这个叫华祝会 超级会员日 好那么把这块呢 写一下 超级会员日 这个呢作为他的一个title 也就是标题部分 文字呢 我们调整一下 这里呢我们用一个 叫平方的字体 之前用过了 在这上面 稍微把文字呢 调整的大一些 颜色还是可以用一个这种 暗色料 那这一步呢我们不需要去配色 啊 这不就得到了吗 这个头部 那有同学还在思考啊 这个电池怎么做呀 我们直接扒过来就可以了 我们接着 打开圆形图 这边有一个标题 直接把它复制过来就行了 把相关的内容 做一个复制 复标题 当然他这么排列 不代表我们就要这样去排列啊 这个大家要搞清楚 这个是原形图 那我们要做的呢是把它 做的更美观 同时呢 它的结构 应该更合理 因为这是产品经理给的嘛 他毕竟不是设计师 好这个部分呢 会突出一些 按照我们之前给到的那个 草图 先放在中间 然后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会有 它的 领红包的部分 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复制过来 我们不急于去处理文字啊 还这一块 那这里我们先直接 画这种框就行了啊 不用去复制文字了 我们用这种线框啊或者是 这样的框 都可以 我们先用灰色吧 那他分为两个部分 我们就用这两个呢 代表了是吧 这个卷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 我们再复制一个 那其实这个阶段呢就像我们去 搭房子一样 再往下是有国内酒店和境外酒店 这个我们复制一下 这是两个 相当于 切换的 再接着又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直接 因为刚才有过标题了吗 我把这个呢 给他复制一下 直接改一下 但是这个字体的大小对比我们是没有做的 那这个部分 复制过来 没有复制到 我们要复制这里 字体呢稍微调整小一些 但是最小 我们说了 你至少跟APP那样 保持一致啊 24其实也就很小了 当然我们做H5的还可以再小一点点没关系 尽量能蚊子能大一点就大一点 123456 放了6个板块 那我们就跟他一样了 拉下来 看一下 这里会有图片和蚊子 然后把这调整一下 然后把这调整一下 这里呢我们颜色搭浅一点 那图文结合一下 好 打放6个我们也先放6个吧 再加一点 接着再把它再复制一下 看到下面 下面会有一个按钮 再到后面 更多精彩大牌 还是一样复制 稍微大一点 标题 标题 这里 看一下 他是 分三块 放结的一个logo 其实跟上面这个差不多 那我们分三个部分 大家看我开始都是很随意的 大体做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我在确认 它这个框架是否合理 而不是要急着去 做很多的细节 细节要做 但是不是这一步 再到后面 这里 复制 注意这里复制 复制 复制的话 不能直接在这里复制 我们要在这边复制 我们拿到一些圆形的时候 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是相关的一些文字 分成 四块内容 我们可以把这边再复制过来 那再往下 那再往下一些 其实大的板块就有了 我们再把相关的一些文字呢 粘贴一些过来 这里呢有一个技巧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从底部开始 我们不需要粘贴的一模一样 因为你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文字 都是文案 经过编写了的 它是有一定规律的 比如标题都是四个字 有没有发现 那我们只需要 把它的一个 先弄过来 那待会我们去细化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 制作 都是可以 先提前占个位 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们连一个板块都没做好 那我们去做这个板块的时候 你像这里有四个部分 那这四个部分 肯定是会有一个大的样式 是一样的 我们不会说 把这四个部分做成 每一个都完全不一样 那放在一起也不合适 那同样道理 再到这里的精彩大拍 那我们复制一个就够了 你会看到原型图上 它也都是复制复制的 那最后的结果呢 肯定 不是说这些文字都得一样 那刚开始 我们是可以这样去操作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我就不复制在这里了 放在这里 因为这个 我会重点去做 做完了之后呢 这些板块我会删掉的 上面也是一样 再复制一个 同样的 这里做好一个 这是做这些列表的一些 方法和技巧 你会看到它的结构都是一样的 多少人预定 我们把这一块也复制过来 好的 那我们大概的一个内容就有了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板块搭建的形式 去构建我们的这个 h5的一个基础板块